如此一条怎么会死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浩西巴 今天又出去野彩去了 刚回来 虽然收获没有之前大 但是今天我弄到了两个稀有品种 至少在我这里它不多见 但是我相信在你们那里应该也不多见 没见过了 带你们坚持一下 首先带你们看这一箱 乍一看没什么稀奇的 一箱小龙虾而已 但是你们看这只小龙虾 大家有见过这种白色的小龙虾吗 我估计这会儿可能有人会杠了 说白色的龙虾水没见过 那个白熬网上多的是 但是那个是白熬 我这个是白色的小龙虾 而且是抓回来的 白熬有这么脏吗 看到没有 它这个生活环境 我估计水质应该很脏 腹部全是黑色 然后钳子和贝壳上面 头上面也有一些黑色 但是其他部位特别白 特别是它的尾部看到没有 就像那个大理石一样 很光滑很白都透光 这个小龙虾在我们家真的不多见 其他的龙虾你们发现没有 都见过对吧 红色的或者是青色的 你还蛮凶 松开 对不对 它把这个小龙虾的夹子给夹掉一个 我去你是王者吗 难道 这小龙虾我估计要么就是被什么腐蚀了 要么就是变异了 反正我们小时候如果见到颜色稍微不同的小龙虾 我们就以为它是变异了 这个小龙虾呢 今天晚上不是麻辣 就是算香 但是它我是真不敢吃啊 所以我决定啊 我要把它养在这个原生缸里面 和这些草鱼啊 鸡鱼啊 还有井里一起生活着 看螃蟹生水痒的啊 到现在一点问题没有 知道吧 这里还有一个 两个螃蟹都没问题 所以说这个小龙虾 放在这个原生缸里面生水痒 应该也没多大问题 这个龙虾它的肉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龙虾肚子上面的肉都血白的呀 其他龙虾不是这样吗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龙虾 这普通龙虾是什么样 哎呀 你别夹我 也白 但是它有一根虾线对不对 然后白呢 不是那么白 是乳白色 也不是乳白色吧 反正没有那么白 你看看这一只 哦 看看这一只 又加在一起了 啊 这个白色就不一样 对不对 和它的壳 比较呈现 和那个 至少它没有那个白线 虾线肯定有 但是它不是青色的虾线 是白色的虾线 呃 肉质白也不一样 和这个壳差不多 哎 这个虾 我现在痒痒 痒痒看过段时间 它这个脏的东西能不能退了 看能不能变得更白一点 静音剔透的那种啊 就直接把它涂在这个原生缸里面吧 来 下去 哦吼 哦吼 藏里面去了 藏里面去了 看不到了 好 过段时间 我再让你们看啊 接下来你们再看这一项呢 又是一些普通的泥丘 对不对 给你们找一个不一样的啊 在这呢 哎我去 完了 死了这家伙 一箱就他一个 其他全泥丘 就这玩意儿不一样 他还死了 你们认识是什么吗 哎我去死了 说啥也没用了 这玩意儿不是泥丘 一开始抓到的时候 我以为是泥丘 然后我发现和泥丘有很大区别 结果我一查 他叫刀丘 我们家是管他叫刀丘 我们父辈说这玩意儿现在不多见了 哎呦 结果好不容易弄一条 还死了 嗯 这家伙活的时候很凶的 他这个嘴很尖 很凶这玩意儿 但是现在 嗯 死了说啥也没用了 弄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一箱泥丘都没事 哎呀 就你死了 嗯 这也不能浪费了呀 这样吧 就便宜食人鱼了 哎 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这玩意儿长得细长细长的 而且后面还拿手 一直想抓一个刀丘养 结果抓到了还没活 还死了 算了 让你死得起锁吧 鲑鱼了 哎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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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我心痛啊 就是一条刀丘 不死的话 我再也舍不得跟你吃 便宜你了 再看这个白色的小龙虾啊 应该已经适应这个 钢瘤的水质了 自己开始出来溜达了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了 你再凉了 我今天就白忙了 刀丘已经没了 已经是个遗憾了 哎 还是帮你养好了吧 如果把这个白色的小龙虾 给养好了 以后再能繁殖 或者对那个小龙虾砸交 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评论 收藏咱们家观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